唯新世界 用意力 我们的意志愿 咱们的合适去 每个月亲手都 迷宗帮来健康 大家和业劍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和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和业劍 最受感受苦顺心 最受感受苦顺心 大家和业劍 我的意志愿 大家和业劍 我的意志愿 大家和业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幼翼里今天 师父 从我讲书开始 人在世间 生生世世所修人的地匪 只有十分之一的思想 这并不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全部 所以已经开始 一月开天 就是我们要用 一月公民的天 公民的思想 这月拼得 就是每一件事 我们都要去做 去行 做到第一行合逸 所以人来到世间 只有住在十分之一的地匪 人有很多烦乐和痛苦 只要是接近宗教 无论是德教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也就是什么教派 都一样 就是可以开发我们每个人的爱心和良心 分别是非 对和不对 这都可以依照我的心 来看待小感受 这就是每个人本来的心 今天要接受我们的访问这三位法师 我们来介绍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圆姚法师 圆姚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 你好 各位先生 阿弥陀佛 我是圆姚 接着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圆姚法师 圆姚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 你好 各位先生 阿弥陀佛 你好 我是圆姚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圆姚法师 圆姚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 你好 各位先生 阿弥陀佛 我是圆姚 是 我们三位法师 其实法务都是非常忙 但是大家有志一同 就是要顿随 奥陀佛祖师尊跟我们的书夫 来弘扬我们的庙法 达到世界和平的本愿 当然 我当时在这个卡顶 有时候我都会注意看 很多人拿着经典在诵经 尤其在高铁上面 也有人拿着佛珠 不断地在诵经 有些人都是默默地念 默默地在修行他自己 所以说在这里我想 因为提到这个所谓的诵经 有些人说 我念经的时候 到底是要念什么吗 才是念这个佛圣号 到底要不要把生命念出来 这个问题 还是问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今天又来请问一下 我们的圆姚法师 不管你是诵经 或者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清生念或者是心理念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 在圣经和默默 我们如果是有出生 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祖先 给我们的婉亲借助 多生父母 或是三千万人 就着我们默默的详音 这个音符会向在空气中 然后法界 灵魂界祖先 他们的耳根 现在就会照到这个声音 传达到他们的心电 脑衣色 然后就传达到他们的心电 让我们的灵魂界祖先 因为我们的默金 或是上京的共产力 他们就会感应到 是 就会接受到 可以心开乙界 是 可以灵魂无声 法宁一间 可以同声 世红极禄世界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 比较是赞同说有出声音 有出声音 没有出声音就比较有一点 好像我们自己在自修 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师傅也有开始 有一些像生重病的 或者是真的 他已经是虚弱到 没有办法开口 可是手还可以动的时候 师傅也建议 要送经的时候 虽然没有办法送出声来 但是要点经 点香来点 是有这一回事 有 点经这方面 因为有的人 他不方便了 没有办法 像我们说 能够跪在佛前 这样子跪着 一个字一个字的难念 那我们就点一柱香 是 对 一柱香 然后香 如果是在超度的话 可以把香 就是一支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 在经点上面 点着 点着 因为有时候实在是没有 那个能力 但是心口意还一定要到 对 还是在这里面 那有时候 我们身体真的不是 也不是说一定要跪着 是 是 你坐着也可以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很多佛堂是在顶楼 会很热 是 那我们也不要说 资着在那里 一定要在佛堂前面 我们在清净的地方 一样是可以诵经的 是 没错 你说这样 我很安心 很放心 因为有时候我先饼了文书 然后我要送什么经典 都饼好了以后 真的佛堂那边还有一点热 所以我就整个来坐沙发 比较舒服 但是送的也很自在 是 这应该也是诚意 是的 是 所以应该不要拘泥 什么 只要有心最要紧 那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说 这个点睛 或者是说 我们送经的时候 应该这些音波也会传达吧 我们也要发誓 是啊 人家说我们的音波 一出去的话 就不知道传到几层天去了 是 对啊 所以在这个 像师傅看事里面的 XY这个空间里面 是 那刚好我们这个音波 这段时间 整个音波就在这个空间 是 所以师傅更有看事说 如果你想要 渡你有缘的众生 因为七世没导 岁可做人 渡到也是要靠 是 那你可以用沾卦的方式 我这段时间 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要送哪一副金 来跟我有缘的众生 来结这个善缘 是 可以这样做 是 所以就是说 当时我们很多老大人 以前的煮菜比较少 眼睛还不错 你还要叫他 两支部 今天这么大宝 是不是也是送佛生号就可以了 是的 可以的 表奇师姐 您刚刚提到说 以前的人都没有出色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在上京的时候 我都会说 要点香 禀报祖先 是 因为我们的祖先 以前很多也没有出色 我会点香 跟祖先说 我现在要送三个京 你们陪我一起来供修 当前补体 是 所以他们都做事 我们就跟他说 他陪我们一起来讨这部京 了解京 同生极乐世界 是 所以其实有这一点 我又想到说师傅 我们来上科 上医生大学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都跟着来上课 所以有些人说 我这打瞌睡 不好意思 祖先在听 没有关系 人到了 你的嗜甜意识都到了 可以了 那当然 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冤樸法师 我们知道说 这个上课 你现在有在上 医经大学的初级班 我这个初级班的学员 很多进来的时候 很多人 不要送过去 有些根本完全 有很多都是无神论的人 只是对我们的 《易经风水学》有兴趣 所以 你是怎么鼓励这些学员信众 多送经 而且他这个真实义 你要怎么样念佛送经 对他们来讲比较帮助 怎么引导他们 我们教书 那么长久以来 我非常注重这一部分 是 因为你一方面送经 念佛号 它一个是可以替自己消灾祈福 是 然后也可以稳定自己的心情 那我希望学员 不要只有说 你只有学到《易经》 只要学到《风水》 但是你在灵性的部分 你没有提升 那么对你自己学习《易经风水》 它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是 所以师父常常开示 我们的法门 要为国修大 为民欺负 这就是我们要送经 念佛最重要的部分 是 那我在这中间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是我在开课以来 第二 第三个年度 我为了 我们班上有一位学员 他有一天跟我讲说 老师 是 我虽然上课都比较晚 是 但是 你告诉我们要念佛 上课的部分 我都有做 是 我今天 要给一个小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是 那么它是 有一天早 有一天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 他在睡梦中 听到有人跟他讲说 你惊起来 你惊起来 他说 奇怪 是谁在咬我 然后他又听了一遍 你惊起来 惊起来 结果赶快爬起来 有听到声 没看人家 然后他的 就是他的佛桌上面 那个已经倒起来了 是喔 倒起来 这是换柔吗 还是 不是 不知道是倒起 还是怎样 他 刚才收到他的 是 是 是 然后 他起来 因为他 那时候他住在那个 他的工厂 那是工廟 那是火鬼 是 他跟他先生两个而已 外面做神明天 那两个也睡在那里 是 如果那时候 他们要听到 那个空中的声音 有人呼叫他的话 对 那可能他们两个就战胜在火海了 是 所以他后来跟我们所有的同学院讲说 师父要我们 老师要我们诵经练佛 那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忙 是 所以他每天呢 他都是五点左右起来 然后就开始练一步 不管是我们所要求的天德经 然后或者是药事经等等 是 所以他非常的感谢 所以这由此可以让我们表现出说 我们平常有空 与其去说三道四 倒不如练佛号 没错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员讲说 你们啊 如果没有时间送金 一定要练佛 你有感觉说 我常常开玩笑说 佛好是最好的SK2 但是不是过期的欧礼 因为我发觉说 你如果用得念佛 你的臉会变得很粗 而且我就常常举例说 像我妈妈快八十岁了 她长时间的练佛 我觉得她比我那些阿姨还年轻 因为她是大姐 是 我一直鼓励有时候回去说 妈 这样子有时间 你就会变得念佛 而且练佛号 她也可以庇佑我们的侄子孙孙 是 我举一个小案例是说 我在那个 还没有进中门工作之前 我在外面上班 我曾经看过 有一位佛上阿婆 她每次我经过她家的时候 她都站在 坐在门口念佛号 是 很奇怪 她家的生意特别好 这就是如同师所开示的 我们家的老人家 你就在门口念佛号 结更多的善缘 生意会特别好 是 所以我常常就用几个案例 来鼓励我学 他们说 老师 我们现在一天没有送一布巾 好像全身不舒服 没错 好像吃到毛毁 但是这个毛毁是最好的毛毁 对我们最好的忙 所以我要用这个整个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圆佛号师 想要告诉大家 真正是诵经 让我们整个细胞都活化起来 所以什么叫做SK2 什么叫做欧雷 其实你有诵经的时候 我们诺桌白自然而然 向游新生 你的细胞活化看起来就青春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进了中门以后 大家真的又变了不同样的一个脸 而且又变了一个不同的形态 这是鼓励大家来学艺经 所以都可以到我们全省各个道场 来报名上课 或者是我们都有教室 那你可以欢迎大家 一起来学艺经 当然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圆窑法师 因为你是身为这个放贝的法师 所以其实在生坛 在诵经的时候 我们都是看这些 诵经的法师 放贝法师 大家都是这样全神贯注 而且好像都不分心 不管你在室内室外多么的热 但是大家都是一样 一直都是很精进 而且很专注的在诵经 请问一下 那个诵经的时候 每一位法师 就是以您个人来讲 你是怀着什么样 具备什么样的心念 来跟这些诸佛菩萨 来做诵经祈福的 因为开始诵经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会先点下笔报 是 诸佛菩萨 我今天要来诵经生坛了 那我的弟子某某某 生、口、益、善业 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来恭送金灿、普利人天 我们都会先这样的禀报 是 再过来就是说 其实在诵经的时候 如果你分心的话 你的技就一直跳来跳去 那个金句 是 你现在踏到这半身 你突然这股便便相谈 你会反而读错 是 那如果一整群 那大家都知道读错了 下来就说 你猜想什么 就会这样子问 是 再过来就是说 譬如说有一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要生坛的话 你的心不是很亲近 就像有一次师傅 就在跟大家这样开示 也是讲给大家听 说 古早时代 有一个金光尚书 要去坐眼口的时候 对他们到处来 公共说 收拾不记住 然后等到他生坛 起来划座的时候 他想到说 他的收拾怎么会找不到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一坛宴口坐下来 他收拾是出的 都是收拾 是 因为他心念 传达出去了 对 传达他的念头 滑音出去 就是刚刚我们说 滑音 它会随着音波一直上去 是 所以一出来传达出去 就是都收拾收拾 所以说 你那条滑死滑没 就等于就没效果了 是 是 再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平常一定要去修持正心正念正直 是 不要有那个心 有的时候说 你这是外道 你这是邪道 你这是什么 这样子 就是一旦有时候你临场的时候 你会被周围的环境所绑住 就像我们这十几年来 每次的水路法会 那在刚开始不久的时候 我们水路法会有一次 校围就要坐牢口了 然后一个金工匠师来 他就要坐牢口 然后一进来到我们大殿 看到老中有嘴唇 他说 这是怎么有嘴唇 是怎么叫我来这么多 然后就有那种念头出来 然后就去跟我们主要叫他来的法师讲 法师说他本来这个如是道的隆重屋 是 是 结果他的念头产生出来了 你知道他坐牢口了 五个小时里面 他一直在拉肚子 就在座就赶快又整个停下来 整床等于说只有那个停下来 我做主要快去找本寿 是 到最后编门的时候 他将来是方用差 是 所以我们说 诵经生坛的时候 如果说你心有杂念 还是刚好是说 你发生了不如意的事情 那你宁可这一坛你不要上去 是 不然真的不是伤害到为人 是伤害到你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诵经所必须具备的那个信念 是 所以要心无杂念 就像我们原药法师他所说的 就是说要牲口一供养 由此我们就说 每一个人在家里在上京的时候 真的也是要很专心 如果说你心还在想别的东西 其实你也不晓得你嘴巴在念什么 可是经典还是一个一个翻 到底刚刚是送了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我发生过 后来每次送经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一定要专心 尽量的专心 这就对了 但是你这样子 像你说 我不知道在想 我在想 白行我在念 但是藏着你 音波反音出去 都是在想的 不是经 很严重 很严重 所以说还是要专心一点 对 既然我们的文书已经丙了 当然你就要非常地专心 来跟这些神佛相应心 这是重要的 不过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原子法师 我们知道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说 知恩 感恩 报恩 这是我们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说 谈一谈我们诵经的时候 其实在生坛 要祈福的时候 这种殊胜 尤其我知道你有个案例 就是说 可能是自己的父母亲 他生病过 那生坛祈福 他这个案例 你是不是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心胜告 为心中 东山德庭 在狗立 十二月 立白 孤伴九年 既安 宵在法会 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父亲 在民国九十七年的时候 有一天我爸爸就发烧 发烧不退 然后弟弟他们带他去医院 整天也都没有小姐 都不排尿 是 然后检查之后 然后医生说 急性的肾脏问题 必须马上洗肾 是喔 哪有这么严重 就长得好好 今天发烧哪有这么严重 很奇怪 那也是一样 刚好师父在 后里三宝寺上课 那天晚上就带去找师父 请师父加持 是 师父喔 三天那一夜 警察跟我们爸爸说 你去鬼捞到 撞鬼了 撞鬼了 但是 我们爸爸那时候也不知道 撞鬼了 还回到病院 就想一想 才想到 有啦 前几天 在我们后历 十八强的准备 爸爸开车载妈妈 是 妈妈说 那吹到了 爸爸说 没在吹啦 十多天早就老了 就是因为十几天前 有一个妇人在那里 寻短 所以我们说练佛多好 当下我爸爸要是 我们没有阿弥陀佛 应该就没事情 是 他竟然说 没在吹了 早就老了 就讲了一句话 然后他就这样子跟上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可能是卡到了 求度嘛 后来又去跟师父讲 师父说 快点生大 在千火餐堂那里就生大 帮那个亡灵做寻 因为已经也几天了 后面做的就是 二七三七这样做寻 是 当时也很感谢 就有 圆窑法师 还有圆镜法师 我们三个人 就在千火餐堂那边 生坛做寻 是 一个妻做完再做下一个妻 是 然后有打电话 有请他们家属 一起来这边拜餐 是 所以这样子慢慢的 我爸爸的身体 就比较好 是 所以有很多人 因为就像刚刚我们 原子法师提到 五颗灵去撞邪了 就像你刚说要撞到鬼了 但是不知道 突然发高烧 很多人就这样被送到医院去 医生说真的要洗肾 有些人年纪轻轻的 就被送到医院 要洗肾了 这很冤枉的 对 所以我们进来医经大学 我们跟着维心圣教 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 我们不懂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找不到师傅怎么办 我们有法讲师 我们可以用医经占卜 就可以知道原来是冲煞犯到什么 用什么妙法来处理 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所以大家要来学医经 是 非常重要 所以由此云浦法师 我想因为这一点 就说提到了 修行的目标 就是希望新地光明 像刚刚我们云子法师 他提到这个案例 撞到血了 如果学员来找你的时候 说 哎呀 家里的人说 链咪 等一下 说要赶快洗肾了 不洗肾不行了 你第一个动作 你会怎么做 我们第一个动作用意 用意 占卜 然后呢 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 冠鬼咬洞 带腾蛇 那时候一定是外灵 或冲煞 那我们就赶快 用我们的妙法谱传 里面的这些法仪 跟它讲 然后先做 一方面 我们因为现在的人 他只有相信科学 是 我们还是要请他送医 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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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 没有关系 这个一定是好的 有时候 他本身 自己的病 病痛 还是要透过医生 他去把它医治 那我们这边在 灵界的 或是无形的 法医部分 我们还是要做 但是如果洗肾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要散失 这一辈子的事喔 还是要先用 沾瓜的部分 如果他是真的是 沖煞 那我们就是要用 我们的妙法 如果是 纯粹是 他身体本身的病 所引起的 那我们还是要 交给医生去处理 是 没错 所以其实 我们法师 身上都有带着 我们的法宝 譬如说 有人带我们的 这个三户 沾瓜 那我常常看到 我们的冤妇法师 他的这个手柱 上面有刻一条一条 这一条 就是我们的 这个八卦在里面 对 那我看你这边转转转 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是 开始要 公请我们的主师爷 是 然后我们有个助导词 是 然后开始 公请他们下来 指导我们 是 然后沉挂 就变成一个 指导我们的挂以后 我们就透过数字 是 来去了解 他到底是 出在哪个的部分 是 所以我鼓励大家 来学习意见 没错 保护自己 又可以利他 这就是我们师父 他的最大的心愿 是 所以 如果你没有学习《易经》 怎么样 用这个妙法 来保护我们自己呢 那很多人 打鼻子都是听医生的 然后马上来洗肾 这辈子就完了 其实可以不用洗的 因为撞了 所以 沾挂 学挂 用意 弘意是非常的重要 不过还有一点 我想要请问一下原谱法师 我们知道 刚刚提到的都是一些 沾挂 或者是 他刚刚提到撞协的这些问题 如果住家的风水 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平安跟这个凶恶 那这种之间的关系 可以请你举个例子来谈一谈吗 所以 事务所开示 人 如果你不相信风水 但是风水还是在你的身边 没错 所以 风水真的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与子凶 我先举一个案例来讲 是说 我有个朋友 他的居家 刚好在湖边 有一个向道冲过来 虽然没有正冲 但是还是冲湖边的煞气冲过来 旁边有一个电线杆 然后他的孩子很不乖 但是我常常去他家 我就跟他讲说 某某人 我建议你还是搬家 因为你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租的 你不能改 那即使改了 有时候功效不大 因为前面的煞气很大 他说 哎呀 我住这里就好好的 我说 当你反悔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 我们说一句话 可能是近身 去 近妙起身 近妙起身 哎呀 某某人 你告诉我 真的是实在外 我都没听你的 我现在这么早 藏到苦果 是 因为他的女儿 也不是很乖 因为那段时间 我常常听他去找女儿 那现在他搬走了 他的女儿就会比较稳定了 是 然后他在那边住的时候 钱被人家倒了很多 很多都收不回来 是 所以你说风水重要吗 真的是很重要 当你不信他的时候 他就不重要 但是你身上 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 没错 不管是一个人或全家都是一样 所以是有跟我们说 医生呢 医术不好 可能只有11人 对 风水错了 就是影响一家族的人 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是 所以这些学员来上课的时候 大家一定对这个风水 或者是疫经都很有兴趣 刚刚开始我知道很多法师 是谈我们的疫经占卜 还有风水好像合并的上课 对 一般我们上课就是疫经跟风水 然后有可能是 这一节课全部都是上风水 或这一节课全部都是上疫经 或者两个融合唯一的上 举案例出来 是 因为我一直发觉 那么长久以来 我们的中门 来学习疫经风水的 大部分 他在外面都受了很多的苦难 是 所以寻求老祖这个妙法 来解决他现在所碰到的痛苦 是 有时候呢 当他解决完了 他的缘分有时候他到了 没有很有耐心的学 但没有关系 老鼠是慈悲的 是 我们呢 他如果把他目前的部分解决 痛苦解决完以后 不管是金钱部分 身体部分 或居家的不平安等等 那我们也很欢喜 因为我们的法门 就是利他嘛 是 利大家嘛 利这个社会嘛 没错 所以学习疫经风水 他不但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是 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人 这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师父也常常开示 我们就说 我们这个礼佛拜佛呢 就是一定呢 要有善良的心 而且要很诚心诚意的心 即使呢 你就是一个大拜的 一个大礼拜呢 这个拜佛 这这么一个大礼拜呢 也可以得到你的诚心 得到感应的 所以我想 要请问一下圆瑶法师 我们就是说 在居家 诵经 礼佛的这些法仪 有些人说 要拜佳神 拜公母 到底是要怎么拜 这个很多人呢 其实常常在拜 我们是当然学了 师父的妙法 可是有些人 还是真的都不懂 这一点 对啊 我们平常在拜祖先的话 大概就是过年过节嘛 那古早人就说 拜祖先 就要用什么金座 后来经由师父开示 我们的祖先 就是我们的佛法菩萨 都去造型 所以我们原则上 我们拜祖先的话 就是我们要用七行彩 九行彩 都可以 就是单数的 是 然后加一瓶 再后来呢 金座就用那个 收金一千 这样就可以了 是 就是拜祖先 是 那至于说 拜佛菩萨 一般就是要穿这个水果 过年过节的话 就是 如果过年 你就是用金废发贵 平常我们都 大部分水果花为主 收的金座就是 太极金 寿金 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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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要这些金座 是 有人说佛菩萨 为什么要做些金座 是 其实这些是佛法神族 是 因为佛菩萨 比较还有一些佛法 是佛法菩萨 等于就是助理就对了 对 然后拜地基主 也是过年过节 拜地基主 那有的人 帝基主的栋 会放很高的 拜 其实是说 如果你看到帝基主 什么叫做帝基主 帝基主就是 我们这间家里的 所有过往的 动物 还是什么那些帝基灵 就叫帝基主 是 所以是很多 然后他们都是很小 没有很大 所以在桌子 一定要够够 不能放很高 是 是 放很高 你要拔桌 那拜地基主的时候 你也想收金 沙巴就可以了 你就穿一个饭 那要一家饭 因为地基主是很多 是喔 有的人说拜地基主 一碗饭 一箱底 后来我说 不是 地基主很多 你要一锅饭 筷子碗 一锅饭 然后菜 菜 是 就是拜地基主 然后有一次喔 我们一个世界 就跟师傅说 师傅 师傅 我若减拜 天公圣拜手 我都觉得怪怪的 很不舒服 然后师傅说 那你是不是假的 他拜拜的 桌子太假 他说 我就用人家的茶几桌 拿出来 就做拜天公 师傅说 拜天公的桌子 工作室 十桌要比大 十桌更高 是 你拜那个 桌子 那就是拜 地基主 天公 那是大神 所以你就用这样拜 就会平安了 所以说 你如果要拜这个时候 就是有这些礼仪以外 其实习惠伴 中还是要有 要有我们居家的平安 就刚刚元埔讲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师姐 他已经要过年了 再过几天他去生死 我看他整个脸都花白 我就问他说 师姐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就 整个就砍大声就哭出来了 那我就把他说 没关系你慢慢讲 然后他就说 我儿子全身都肿起来 然后医生都看不好 是 然后我说是怎么了 他说我们家还是大楼 地下室还停车场 刚好那个中宫 人家去修建 自我开始修建了 他到他也身体不舒服 然后儿子更严重 全身肿 就吃力量都没了 是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师父跟我们说 用那个七宝 你就拿来撒一撒 他说那个用过了 我说 以便的千米粉 他说那个也用过了 那怎么办 我说 那米啊 鹽啊 他说那个也用过了 就是没效 是 然后我就说 好吧 不然隔天师父上来 我帮你寝室 然后刚好隔天师父上来 我就跟他说 那个孩子很可怜 这样整整整整看医生 看不清楚 然后师父说 快点快点 你靠电话给他说 用七张的平安符 七张平安符 然后下去祈福 你就平安符放在手中 然后祈求老祖加持 完之后七张 你用营养水 稍微营养水把它淘 淘淘之后 你就拿一刮 就喝三口 蒸不蒸 但是你还没喝以前 你先把这水拿到地下室去蒸 年师父说 你如果蒸三天不好 就是要蒸一半 是 再过来就是拿来喝 洗很苦 结果他做了三天以后 他答应话给我 他说很感谢老祖的话 真的救了他儿子 他整天的症都好 他自己也好了 是 所以我就说 以这个话的例子 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们家附近 有冻土塞 以前师父有传的话 就是 他平成的枪米粉 严厉 还是七宝 如果真的没效很严重的时候 可以用七张的平安 是 所以这算是说 急急如智 他精神很急了 必须要这样做 对 那如果说他一个 刮嘴刮得很辛苦 你就一直看医生 吃利尿 到时候这个圣伤害掉了 倒是真的 所以其实有妙法 多跟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 我们来接触我们的妙法 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可以保平安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师父鼓励大家多诵经 尤其是天德经 我前没多久 访问到了我们的智会长 这位长他有一位的会友 也是非常的在诵经 而且一位会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 说他的先生以前是天去祖的 但是他就是不诵经 但是自从入了中门以后 他们夫妻以前是感情不好的 可是现在两个人 还是质疑共同看一本天德经 然后太太都是会拿个东西 这样子的两个夫妻一起念 念到之后感情很好 有一天这位师姐 他说有事外出不在 他想回来很累了 他想跟他先生想说 不然我们今天不要送金 明天再来报 结果他先生说 不用了 我已经念好了 你说嘛 这个天德经 真的家家户户都可以得到 很大的圆满 所以因为天德经里面 有三十三天王 各司其职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鬼谷天先师 这是天德经的殊胜 还有天德经 为什么我们的第五天空 可以地皮爪 请看一下 好 这个第五天空 地皮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第二次的九九法会 师傅在讲解鬼谷先师天德经 师傅说完第五天空 师傅说这个第五天空 可以治皮肤病 然后讲完了 过了两三天 很奇怪 很奇怪 我的大腿长了两个红疹子 就慢慢地延伸 好 我礼拜六就去找师傅 请师傅加持 师傅跟我说 我今天没用 因为师傅礼拜六那时候 在上第六届的课 从早上上到晚上 我就等嘛 早上总是要等师傅 等到师傅下课已经八九点了 师傅抓三个香 帮我加持 师傅说你这个背着 师傅说 他跟我加持 然后告诉他说 你这个第五天空 一面念 一面背出去 我回家就开始念 第五天空为世人 天皇姓民族梁翁 新白宫结定不亮 民族心生度正零 我就这样背 因为坐着胖义 我也这样背 几天后开始接着 肩膩了 他就好去 奇怪是我的膝盘 开始又生起来 后来我才想到 原来师傅我坐着胖义 我都背着 背着 师傅说要背着出来 那我就背着背着 所以都坐着膝盘 膝盘又生起来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 一直背出去 我脚前头都背出去 也是几天他就开始减僻 因为我比较幸运是 刚好找得到师傅 所以师傅帮我加持 我这样念他就好去 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外 但是我们一般如果 发生这个问题 你可以持 也可以找医生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我是刚长出来 就找到师傅 就找到师傅 请师傅加持 你就免掉很多的痛苦 是啊 不过有一位亲戚 他说 他的肚子这个地方 常常脏气 但是他知道 我们的天德经很好 那他有个妙法 他说 我听了以后 我就告诉他 你要送什么经 他送了天德经以后 然后那个经典 已经送了很久了 他的铁兰的天德经 就是若有病魔禅至深 入送妙法天德经 天丸闻身救肚 而百叶消除病离生 他这样弄一弄 他说他的胃 肚子脏都好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妙法 多么的好用 那当然在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 原普法师 刚刚提到大家都听了 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妙法 帮助这么多人 如何帮助这个信众 拿他来趋机避凶 张卦求到天一的方法 因为我们人一生 没有办法说 大家在说 没没失败 是啊 什么时候发生事情 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 预料到的 所以有一天 我在草屯的班上 有一位师姐 她打给我 然后她又联络上不了我 然后就跟我 会计师姐讲说 你赶快帮我找师傅 找老师 还是 后来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回她的电话 我说什么事情 她跟我讲说 老师 老师 你一定要帮我帮 我说 还是天下来我那小时 也说不到我 因为你会比较高兴的人 我说到底是什么事 她说我们婆婆 应该妈妈还是婆婆 刚好 她跌倒了 然后跌倒因为已经快九十岁了 她说要开刀 我说 一定要开刀 她说 那到底要去哪里开刀 当时我也是说 你已经九十几岁了 你要去台中 又那么远 要幼稟 因为在草屯嘛 她也不是说很好的医院 那时候当下我说 那没关系 老师请医 请医 请治老主 然后我用医以后 我觉得说 她的天医方是在 刚好她的住家 就是幼稟 我就跟她讲说 你不要去台中 是 你就在幼稟就好了 她的贵人方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医师也就在那个地方 是 然后她就去那边 马上 医生马上开刀 是 开完了以后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 虽然我对我们的法 非常有信心 但是 因为她是初学的学员 我们还是会担心 那九十几岁了 你开刀没有问题 但是体力上 病人还是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 心里还是祈祷 我还跟老主讲说 老主啊 你一定要祈祷她 要加持她 要帮忙她 让她手术非常顺利 度过这个难关 度过这个难关 然后 来上一个礼拜后 她来上课的时候 跟我说 老师 非常的顺利 是 你如果那时候去台中的话 农种不一定是好 是 所以很多人 都想要找名医 这个名医 到底跟我们有没有缘分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 张卦 最准 张卦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就像这个案例这么殊胜 不过我们想 请原谣法师来谈一谈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万一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请示老主的时候 师父常常开始我们说 其实院大力大 院小力就小 当然 我们发大院 我们真的要去执行 发大院的这个重要性 跟他的威德力 请你谈一下 好的 一般的人 碰到事情的时候 才会想要发大院 是 但是发出来的大院是什么 我可以保持多少钱 不要紧 你做你说我都保持 但是他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福 如果说你真的 要让事情 让你的未来活得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那你发大院就是 能够自己修行更多的法 是 每一种法门 你都要去修行 因为你要 让更多的众生 得到法义的话 你每一种都要修行 因为来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将降力修行的话 然后去普利众生 这是最大的愿 然后你如果这个愿 发下去以后 就像我们当时师父 刚开始生病的时候 他也是说 好 我要去疼得这样 不然我好 我捐多少钱 然后观念福山就会说 这个不算 然后他就说 不然后来我做 我来去廟 然后观念福山 不算 发到第三次以后 师父说 好了 我为国收度 世界好平 为民修功 发这个愿以后 那个观念福山说 你有了 这才是大愿 那你现在发这个愿 就很大了 所以你的力量就很大 才有我们今天的 维新圣教 是 所以其实师父发了 这个大愿 他要世界和平 为我们现在 维新圣教的宗旨 但是你要看 我们现在师父 已经迈入第二个三十年了 今年已经三十二年 快要迈入三十三年了 真的他带领了我们 这么多的学员 而且现在目前 有三十六处的道场 有二十四处的教室了 所以很多人 都在学习易经 更何况除了说教室之外 学习易经的人之外 这些信众很多人 都跟随着老子师尊 师父 学习妙华在诵经 这个新庙多少人 真的已经广传到全世界 还有我们的这种 叫做云端教室 你看多少华人回来上课 所以说这个大院 也是要我们这些学员 真的要很精进 跟随老祖师尊 跟随着师父 来把这个大院来完成 所以我想利用这么样一点时间 来请目前我们这两位范辈法师 现在目前大概你所忙的东西 还有你目前的职务到底是什么 好 我现在是在我们总本山事务部 在法会的时候 我是负责这个报名 法会报名 领位的处理 那平常时间就是法务 因为营养法师比较忙 所以有时候他会把一些法务 请我帮忙 所以他就要协助 对对对 就是营养法师需要什么帮忙 他告诉我我就做这样子 是是 营养法师吗 那我现在是在中本山 我是典仪主 所以每到法会的时候 大概是我会比较忙 因为我们很多的学员 我们的同修都有问题 然后就是请示他们的老师 然后以后过去 我还要去做整理 然后再请示师父 看设什么联位这样子 所以这个联系的工作 对 所以跟营养法师是互相配合的 没错 那营养法师呢 就卖协调料安 还要一段路要走 是 对因为毕竟我们穿立一个道场 它的很多的周遭的配置 不是那么简单 是是是 希望说兰头的乡亲能多多帮忙 是了是了 我们就是建立一个道场 然后我们的义养大学 就是要更多来广传这些庙法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参任法师接受访问 谢谢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当时我们也很感谢收看 荣役李仁天 舒服欢迎相思开始 大家学业经家庭 万万一条心 阿弥陀佛 天宿落作 光相 地虎面兵 交代千 万方归心 逐步生 万物相残 遥滚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